嗨,大家好,我是悠悠,今天一周又开始啦 土星行天王星,格局分裂的一周 本周运势红榜,沟通顺利,天秤座,新的阶段,巨蟹座,广集善言,处女座 本周运势黑榜,迷迷糊糊,金牛座,心不在焉,间歇座,陷入风波,狮子座 6月15日,土星行天王星,守旧与激进良重力量强强对峙 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观的冲突 受到过去顽固基础的制约,导致改革难以说做就做 然而旧秩序也将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6月20日,双鱼木星逆行 将使人们进入模糊不清的过渡期 期间需注重承诺的可靠性 尽防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星座6月14日至6月20日的具体日式 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最后一是四颗星 事业上容易大脑短路 迷糊的状态会带给你一些沟通上的麻烦 你对此感到有些迷茫 感情上桃花运频频 可能会对现在的交际圈子感到不满 但受限于环境,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 财运上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因素 而影响你的收入 需要考虑开拓新的客户和新的群体 事业上整体运势偏旺 但比较容易走神 建议平时多做一些集中注意力的训练 金牛座,生活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越发有紧迫感 开始思考新的赚钱方案 个人发展也有所变动 部分人会接到外出任务 感情上注重与人的交流 会挖掘生活中的乐趣 很愿意分享自己的心情和感受 财运上对物质有些迷糊 容易花冤枉钱 虚理质面对自己真实的财务状况 学业上思路还不错 能很好地解决眼下的问题 但对于朝眼的规划 你还在观望中 双子座,最后应是四颗星 事业上经历有些不集中 战士很难对未来做出 常运的规划 甚至有点得过且过的感觉 感情上可能会感觉到 有人在挑战你的价值观 部分人会深陷口舌是非 或与他人发生冲突 财运上正处于企划阶段 适合根据当下的情况 认真规划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学业上可能会遇到知识瓶颈 为了适应接下来的工作 会急切地想要扩充知识量 巨蟹座则会意识五颗星 事业上将对人性产生 更深切的感悟和洞察 许多工作也将告一段落 接下来会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感情上筑起了心理防线 有些自我封闭 使得他人很难走进你的内心深处 财运上需要注意自己 与伴侣之间的财政状况 本周容易因财失和 或在财务管理方面发生分歧 学业上陷入迷茫 对现实充满了逃避的心态 本周是你整理内心的绝佳时期 狮子座 最后意识三颗星 事业上可能会出现变数 例如某段合作关系出现变动 或面临终止 需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感情上阻力增大 可能会因自己的前途 充满不确定性 而对感情造成负面影响 财运上 需避免因他人而破财 警方陷入人际风波 部分人会有应酬等社交活动 但沟通效率不高 业上还不错 但由于对前途有些不确定性 让你怀疑 目前学习的知识 将来是否能用得上 丑女座 综合业势五颗星 事业上 卯足了劲 却看不到预计的效果 因此感到十分焦虑 项目合作方面 可能会遭遇拖延 感情上 需加强彼此在工作和生活上的照顾与扶持 这样 在感受到安定的同时 感情也能有所升温 财运上表现不错 但目前并不是大到辜负 捞进的好时机 建议多方谈合作 广结善缘 学业上 需平衡好学业和健康的关系 避免因临时抱活脚而影响休息 导致体质变差 兼乘佐 曾会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 开始投入工作状态 但处理事务时 需避免粗心大意 同时建议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 感情上沟通顺利 有伴者会思考 两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单身者则建议多加试探 切勿直接出击 财业上整体偏望 在休闲娱乐上面的支出 会多一点 投资理财方面 可能会对计划做出调整 学业上 对自己的某些想法产生动摇 可能会遇到意外状况 或是计划并更 需避免卷入八卦的悬窝中 天写佐 曾会运势三颗星 事业上工作状态一般 可能会因家里房屋相关的事项分心 建议公司分明 整理心情 做好手边的工作 感情上状态有些疏离 需避免与另一半发生争执 部分人会面临 聚少离多的情况 财运上想通过购买股票 或做生意来盈利 但一股脑弱的决定 可能带来更多风险 事业上运势还不错 本周会有更多特别的感受力 很适合在艺术领域展开学习 奢手座曾会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依旧处于忙碌状态 有很多琐事需要你去处理 可能会接触到其他领域的知识 感情上很难与他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可能会陷入口舌麻烦 单身者在爱情方面还需继续观望 财运上异地财运不错 可能会接到出差的任务 或是需要去拓展新领域和新地区的市场 事业上整体状态不错 但接收到的知识有些杂乱 建议下来后多加梳理和总结 摩羯座曾会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思绪有些不清晰 可能会在文件文书 沟通传递等事项的细节上半迷糊 部分人须紧防小人 感情上容易招来烂桃花 很难打败现实 获得进展 不建议在一段看不到未来的关系上 投入太多精力 财运上对投资理财有很多想法 建议趁机制定理财计划 部分人可能会破财 或是感到财政压力 学业上思绪有些敏感 建议及时排挤负面情绪 部分人可能有外出的机会 水瓶座增惠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正处于转绝点 对自我的要求更高了 开始变得独立 对生活也有了紧迫感 感情上正准备迎接新生活 但头脑发热的状态 可能会导致狗血事件的发生 或者使你迷失在烂桃花中 财业上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 尤其需要小心在感情中 迷糊的掏腰包 实业上非常棒 有很多独特的思路 目前是你个人成长的最佳上升期 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 双鱼座增惠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有些迷茫 为家庭的付出 使你分布出精力 来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规划 感情上依旧保持着佛系的态度 但容易感到孤独 有一种很难与他人进行心灵沟通的感觉 财业上有特别的灵感和直觉 可能会有理财产品的收益 但需注意身边的小人 避免陷入纠纷 学业上有些注意力不集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变动 但本周很适合开阔眼界 接触新领域的知识 点赞转发人生开挂